9月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清华日军细菌战档案史料专题展 在清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就职本部大楼展出 此次展览是关于日本细菌战学术研究方面内容的 首次集中对外公开展示 其中北京1855细菌部队 新加坡9420细菌部队的队员名部 及731部队防友会杂志 均在展览中首次全面公开 那么在这个展示的内容当中 那么北京1855部队 还有新加坡9420部队的队员名部 加上我们战后日本731部队的这种 诡计的那个防友会杂志 我们是第一次全面对外公开 此次展览汇集了清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近年来关于清华日军细菌战档案史料的搜集 整理及学术成果 共展出图片220张 实物1810件 音像档案51小时 重点展示了从中美日俄等国官方收集的文字档案和音像档案 突出新史料新证据和新发现 这些档案规模庞大 内容繁杂 类别多样 全面揭示了二战期间日本西军战的战争罪行 战争责任和战争危害 对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揭露当年日本侵华罪行 弘扬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民族牺牲 具有重大意义 这是有关日本西军战学术研究方面 首次集中的对外公开展示 那么也是让社会各界对我们几十年来的研究和学术活动 进行一个评价和认可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 金正明馆长说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下一部731陈列馆将努力推动日本西军战史料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推动731就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呈记录历史之责 丹启愿和平之任 看到了本次的这个活动呢 还是很初步惊心的 然后此次展现的这些历史文件呢 都是让我们更加的铭记历史 今天来到的这个史料展呢 特别的受到触动 也看到了这些很多的这些以前曾经的资料 让我们触目惊喜 也让我更加让我珍惜呢 现在的这个美好的世界 让我们以后更加呢 希望世界能够和平 这些节目的 prelim响 很明显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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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